马可福音十四章七十二节 历史计较了第二遍 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 计较两遍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思想起来就哭了 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 反映出一个基督徒 在现实生活中会有的考验 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说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不要说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 我们是否能够坚持信仰不否认主呢 即使在信仰自由的环境下 如果要在家人同事的面前 泄饭祷告 对有一些基督徒来说 都可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然而跟随主的这条路 必须要坚持下去 才能走到底 在启示录多次提到 要坚持要持守 要遵守主的命令到底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这些都说明了 在末世 基督徒要为着信仰 受逼迫和苦难 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持守信心 勇敢地在人面前 承认主的名和传扬福音 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主 再来的时候 被主认可 被主喜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